二老要洗澡 洗澡就要讲肥皂 大大家好 我是二老 今天带来这个FC游戏的叫做斗者网哥 那么这个游戏的他每版还有一个名字 每版的名字叫做特洛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特洛伊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背景啊 这个背景上呢有汽车 有这种相待降注 这个我就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叫特洛伊 因为我们都知道特洛伊的他是这个 河马史诗写的那个强霸部分 这个所谓的特洛伊战争 是吧 就是这个木马图城记 但是这个游戏他跟木马图城记有一毛强关系吗 没有啊 好了 不扯这个游戏的名字了 先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说了 在国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游戏 这个游戏冷到几乎没有人玩过 玩过的人是非常非常少 但是呢 这个游戏在国外 他还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游戏 你不信你去看一下那个 这个游戏在国外的速通排名 投稿的人非常多 比这个赤影战士还要多 就说明老外的对于这个游戏比这个赤影战士还要这个热门的 那么这个游戏的是这个卡表在1986年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游戏怎么说了 他是关于这个冷兵器战斗的 有盾牌有将 我在直播的时候经常有同学问我 问我什么游戏有将有盾的呢 我经常说三个游戏 一个是将王 一个是龙之军团 那么这个将王跟龙之军团都比较相近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斗者网格 当然这个斗者网格他的区别非常大 因为前面两个游戏的都是穿着黄金盔甲的 那么这个游戏的主角很明显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这个 应该算是战斗服吧 那么这个游戏的他除了有这个 闯关模式之外的他还有一个对战模式 那么这个对战模式的对于我来说就没什么好展示的 我现在只是录一个闯关模式 那么这个闯关模式的也是比较简单的 他的这个演组的操作了就是有点像绿色兵团 就是按扇来跳舞 然后呢一般来说这个A将是跳跃 但是这个游戏的他是A将是用来举盾牌 那么这个盾牌的可以往这个五个方向去挡阁 可以挡一些在空中掉下来的那些杂物之类的 好了这个不知不觉赢到了这个游戏的第三关 那么这个第三关是一个往下坐电梯的一个关卡 那么这个游戏的他每一关都有两个小关 每一个小关的都有一个boss 然后呢打完boss之后这个血量是不补满的 也就是说他整关分两个小关中间不补血 所以啊这个补血的话要需要在整个关卡过完了之后才补满 所以这个游戏的每一关的强放关呢 这个boss你到底要不要去拼血 比如说我现在啊这里的强放关的这个boss 我是直接去拼血的 这个拼血是完全够的 因为后面的那个boss的也不说太危险 但是有一些关卡里还是要纠结一下 到底要不要去拼血 那么这个第二个小关呢这里啊这个敌人是比较多的这个关卡 这个游戏的他有一个技巧 怎么说了就是 我们按着这个方向下的斜上角 比如说假如说我现在往这个右边攻关 我们可以按着这个右上角 然后呢按着这个凉发的攻击 然后呢这个人物呢就会一边移动一边砍刀 这样算是一个为首的技巧 然后这关的这个boss呢 呃这个有点危险 刚好剩了一滴血 这个boss呢他也是比较好打的 但是呢要掌握一定的节奏就是跳起来 落地的怎么说了不是落地的一瞬间 就是准备落地 但是还没到地上的时候啊要砍这一刀 这个要掌握好这个节奏 因为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 那个boss的也是这么打的 这个节奏要掌握好 也就是说太快跟太慢都不行 然后刚才到这个下水道里面拿了很多道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画面的右上角 还有这个有一只鞋子 还有一个s还有p这些什么意思呢 这个鞋子的是一个高跳的技能 然后s的是这个 呃人物的移动速度 p4炮啊就是攻击力 然后道具之后了 攻关是比较轻松一些 好这个又是这个第二关的这个boss 这个boss呢就直接用我刚才那一招 就行了就是按着那个 呃右上然后呢一直按着这个凉花攻击 就可以解决他了 如果你不是这么打的话了 呃这个boss他的攻防呢非常的 呃怎么说了很智能 他很聪明 但是这个电脑遇到我这个套路之后了 他根本没有办法 我直接跟他拼死 基本上呢 呃被他打一次我就可能拼死他 好那么现在呢进入这个第四关后半关的一个小boss 这个小boss呢前面在这个第二关是一个重boss 那么这个boss呢是这个游戏最末迹的一个boss 假如说这个游戏你想打速冲的话 这个boss是一个非常头疼的 因为他他变成一个球的时候滚来滚去 这个时间呢是随机的 也就是说他什么时候起身都是要看点 每一次只能砍他一刀啊两笔血也就是说要砍他四刀 这样的话呢这个运气成分就比较大 因为要打两次 好现在进入这个游戏的第五关 那么这个第五关跟这个第三关一样也是一个往下的关卡 像这种关卡呢怎么说了 他都是有这种很多的机关的 比如说刚才那种球丢了个球出来 这球呢会爆炸爆炸的时候我们可以跳起来 又是这个boss 那么这里呢也是有两个boss 前面第一个boss直接被表了 然后第二个boss呢 还是老套路直接干他 那么刚才这个boss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了 好现在是这个游戏的第六关 那么这个第六关呢就是游戏最后一关 这一关呢非常简单 也是一个无脑的套路直接啊这个冲过去 一边砍一边移动啊这个 上面那个敌人呢他丢了个球了一定要 就说我们第一时间要一边移动一边砍到 假如说你慢了一两秒去这个移动的话了 有可能一时被他丢了 好这个刚才那个boss又是出现了这个游戏 很通了每一关的这个boss呢都是重复的出现 而且这个打法也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这个第六关的后半关的跟前半关是一样的 一样的套路直接一边移动一边打就行了 但是这一关呢他这个上方的多了一个丢这个杂物的一个敌人 那么这个敌人这些东西的不用理他 虽然有可能被他丢中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血是够的反正怎么说呢 有一滴血就够了因为这个第六关的这两个boss呢非常的弱智 可以看到直接两刀就死了非常的弱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最后一关这个boss 那么这个boss呢跟前面某个boss的打法一样 跳起来一刀跳起来一刀跳起来一刀啊三次搞定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跳到这个节奏了一定要掌握好 假如说掌握不好了你就有可能被他挡住 因为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节奏 好那么这个这么短的一个逗逼游戏就结束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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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